赵家根本什么都没做 就已经打好和秦义晨的关系了 更加安枕无忧 所以 赵家家主最近 脸上的笑容一直就没停过 就算身边有什么吓人做错事 他不仅原谅了 甚至有时候心血来潮 还有赏赐 做错事情了 还有赏赐 可见赵家家主心情有多好 天林王宫 天林王宫内 气氛依旧是很紧张的 特别是在出了林妙涵的事情后 众人哪怕是在王宫内行走 都是小心翼翼的 当然 只有一个人 从未受到任何影响 那就是小灵儿 这些日子 天林王国也好不好受 虽然 安家没有亲自在对天林王国动手 但是 隶属于安家的一些势力 王国都没少找天林王国麻烦 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 天林王国的领地 已经缩水了三分之一 其中 甚至还包括了一块枯霜草产 不过占领了之后 那些势力对枯霜草 根本也没有在意 他们侵占天林王国领地 完全是为了做给安家看的 天林王国对此 也只能选择步步退让 若不是周孝苍出面几次 天林王国的领地 缩水只怕会更严重 有了他这位灵境强者出面 才阻止了那些势力 王国的攻势 天林王国的民众 也感受到了风雨欲来的气氛 几乎人人自危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 乌炎家的人来到了天林王城 来人 才是乌炎家家主的亲弟弟 也是乌炎家的长老 乌炎李全 一行人一对马车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天林王宫门口 看到这一幕 王宫门口的护卫 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差点就拉响警报了 烦情通报一声 就说乌炎家 乌炎李全 前来拜访天林吕家 乌炎李全下了马车 一脸和善的笑容 对着门口那紧张兮兮的护卫说道 他的态度 明显让门口的护卫一愣 能站在这门口 这些护卫 还是有点眼力的 比如 车队跟随的那些护卫 甚至拉车的车夫 一个个都气息不凡 从这些方方面面 都能看得出 来人的来历不简单 甚至还让门口的这些护卫 还以为是安家又杀来了 在乌炎李全提醒了第二遍之后 门口的护卫才是恍然醒悟 然后派人飞速前往大殿去通报 呃 乌炎家 吕何泽听到护卫的通报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身为一国之主 还是吕家庞系 他当然清楚 忽炎世家在中州的地位 那是中州吕家 也无法养籍的 而现在 忽炎家竟然派人来天临 而且还是拜访 要知道 以忽炎世家的地位 就算是召见他吕何泽 那都是给他吕何泽脸面了 哪里会亲自找过来 忽炎李全 这名字好像有点熟悉啊 一旁 吕何商喃喃自语着 他曾多次去中州走动 对中州的一些事情和人物 其实比吕何泽还要了解 身为忽炎家 当代家主亲弟弟的 忽炎李全这个名字 吕何商当然似曾听闻过 还是去见见吧 忽炎李全这个人 好像是忽炎世家的某个大人物 但是我记不起来了 吕何商对着吕何泽提议道 那就让他们进来吧 吕何泽迟疑了少许 还是对那护卫说道 若真是忽炎世家要对付天林的话 他们根本无法抵御 而且就以忽炎转述的语气 似乎并不是什么坏事 还是我亲自去迎接吧 就在那护卫就要走出大殿门口的时候 吕何泽站了起来 若忽炎家真是来拜访的 他不亲自去迎接 那真说不过去 现在他可不敢再树敌了 尤其是如忽炎世家这种庞然大物 天林王宫门口 已经等候了有一段时间了 忽炎李全脸上依旧没见半点不耐反 其实也很正常 要拉拢关系 忽炎家总不可能还派一个脾气不好的出来 如果真是个脾气火爆的 再闹一闹 那不是将矛盾越闹越大吗 适得其反 不是忽炎世家想要的 见到吕何泽亲自出来 忽炎李全脸上的笑容更浓了几分 这证明吕何泽他们很在重他 那么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更容易达成 不知尊驾到来 吕何泽有时远迎 还望赎罪啊 吕何泽来到他面前 心中还是很坦克的 说话也小心翼翼 吕何泽的心也总算是放了下来 至少 忽炎世家这不是找麻烦来了 只是让吕何泽不理解的是 忽炎世家为何会来天理 而且如此客气的态度 又是为了什么呢 里面行 吕何泽让开路客气的道 一起 忽炎李全邀他并步而走 一前一后代表身份有别 并步的话说明是朋友 吕何泽自然懂得这些 当下更是不知道 其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来到正殿 众人皆是起身相迎 殿内的人有吕何商 秦义辰的父亲 秦浩然 还有他爷爷 秦白鹤 都是秦义辰的至亲之人 至于杜冰兰 则是与吕灵汉他们在一起 您 您不是那个忽炎大人吗 见到忽炎李全本人之后 吕何商终于是认出来了 顿时眼睛瞪得老大 他曾经想要去和忽炎世家 谈一桩生意 在忽炎世家的商店内 曾经远远地见过忽炎李全一眼 当时他连去和忽炎李全 打招呼的资格都没有 而现在忽炎李全一脸的笑容 和他打招呼 让他有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他当时可是听说了 这位大人物 可是忽炎世家家主的亲弟弟 陛下 你可能还不知道忽炎大人的身份 他可是当今忽炎世家家主的亲弟 当即吕何商对吕何泽提醒道 生怕吕何泽会有地方冒犯这位大人 什么 吕何泽当即清洗一口凉气 看向忽炎李全的神色明显就不同 他还以为来人 不过是忽炎世家的一个下人 管家什么的 谁知道来的竟然是忽炎世家家主的亲弟 这可是跺一跺脚都能让中州城 抖三抖的大人物呀 嘿嘿嘿 见笑见笑 忽炎李全并没有在意他们的失利 语气依旧是那么的客气 然后他扫过大殿 最后目光落在了秦浩然和秦白鹤身上 呃不知这二位是 这位是碧人亲家 秦浩然 呃这是亲家老父 吕何泽给他介绍着 顿时忽炎李全眼睛内就流露出一抹亮光 找到正主了 忽炎李全见过二位 他朝着秦浩然和秦白鹤拱手 语气越发的客气了 见过忽炎大人 秦浩然和秦白鹤都显得有些慌乱 特别是秦老爷子 手都不知道放哪里了 哎呀二位见外了 若是不嫌弃 叫我一声李全就好了 然而 忽炎李全后面一句话 确实让吕何泽吕何商猛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位忽炎大人是吃错药了 将礼物抬进来 在他们四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忽炎李全朝着外面轻喊了一声 然后 跟随他而来的那车队的护卫 便是将马车上的东西 一样一样地捧了下来 然后摆在了大殿内 那是天罗蜜根 我的天 那不是水云珍珠吗 那可是价值七八十万的宝贝 那是墨语换桌 喊着喊着 吕何商都快麻木了 他发现拿下来最差的东西 也都价值数万银币 最高的高达近百万银币 所有东西加起来 绝对价值数百万 这是墨语的